中午12点半,我们看看武汉长江边的真实现状 你看看这底下,这好多全部都被淹完了,这有点太夸张了 下面这边,原来应该都是可以下去游玩的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下不去了 有的这个树全部被淹在了江里面 有的是部分 有的树毕竟比较高嘛,它这边也是分级的 整个武汉汉口江湾应该是有4级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下面的两基金全部被淹掉了 最下面一级应该是生态不安 有来武汉玩过的人可能有见过 类似于海边沙滩一样 再往上面的话是一级硬铺 硬铺上面有一些出镇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这一片 下面这片应该是一个展览馆 展览馆这边摆着一艘小船护卫舰吧 下面应该是有一个景观水景的,也是被淹进去了 这边就是那个展览馆处在的地方 再往上面淹个一米,可能就淹到这个展览馆上面来了 你看这底下 往我们这边这个方向 这边就是第3级 主要的江湾公园区 下面这里是做渡轮的地方 这边有个白色棚子的这里 这个是售票停下 已经也是被淹了一半 这一个过去的站道也被淹了一半 现在已经不能这个登轮了 也就是说武汉现在的渡江轮应该是停了的 再往这前面看一下 现在还不算是 最危急的时刻 毕竟还有两级 有人说我只看到一级 海洋一级在哪里呢 我们转过来看看 海洋一级它是 这个江第一 看看 再往里面就是武汉的组成区的 武汉也是特别大 原来是特大城 现在是超大城的 中心城区人口 破500万就是特大城的 破1000万就是超大城的 武汉现在整个城市的人口是有1370多万 而且武汉没有下小的线 它只有这一个区 毕竟武汉是华中第一城 也是这个中部最重要的一个城市 而且武汉也是九省通区 它这边先不谈 这边住着这么多的居民啊 它来往上一个铁路也是特别多 如果真的把武汉里面淹了 那整个中部这边往四周 那整个交通 几乎上都要瘫痪了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发生特大这种洪灾的时候 都得先保这种大城市呢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这边这个桥是长江二桥 下面这个是知音号啊 上去玩一趟就说要两三百块 这边交面上面还是有 游船渡轮在通过的 它这个桥还是建的比较高的 所以目前游的空间量还是够的 船可以正常行驶通过 再往对面就是这个武昌了 武汉是分三镇的 汉口这边原来主要就是商业 武昌那边主要就是教育啊 像我们知道的黄鹤楼 还有大家去东湖公园 还有很多大学都在武昌那边 武昌那些楼也建的很多啊 这些年发展的特别好 他们那边感觉也是 淹得比较厉害了 那边的这个江滩比这边要稍微窄一点 也是淹了一大半的 可能也就最后一级降低还在了 再往这边的话应该就是往黄鹤楼 大桥那边看看 这边就可以看到长江大桥了 看的很明显啊 长江大桥再转过来这边 被挡住的这里应该就是 汉阳那边了 你看这边 这里有一个地方是主要做渡轮的这里啊 前面是 武汉新的科学馆 这边就是 坐降人的地方 现在感觉应该也停航了 没有看走 有船来往经过 看看武汉这边整个市区的模样 也是非常的厉害啊 大江大河大武汉 对